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章的标题是 学费200万 月薪才2000 澳洲海归贬值了吗 这篇文章讲述了国内的用人企业不再像从前那样欢迎海归留学人员 似乎现在花大价钱送孩子出国留学 尤其是到澳洲留学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 比较类似的例子呢 还有今年早些时候播出的电视剧《欢乐送2》 舒展在相亲的时候自述在澳洲留学 并且在大家面前炫耀自己漏洞百出的英语 网友们在看到这段视频内容的时候戏称 尴尬癌都要犯了 上次克里斯说最近会有安 lazım 糟了吗 有了 我们大厨亲自去采买的 好的 那我们的前菜就要白日曼 你一定要记住 Roma Horse一定要flash 我这个人对食材的要求很严格 食材必须flash 新鲜 新鲜的东西才要吃 应该多吃点 I study in Australia 那边不但有很多高端的餐厅 而且还并不能为了 尽管这一桥段是虚构的 但是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公众 对于留学生的负面影响 那么留学澳洲究竟是不是 落得一个千金散尽 却误了大好青春的结局呢 相信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 都是不以为然的 毕竟澳洲高校的全球排名 更比绝大部分中国高校的排名 要靠前了多 而现在留学澳洲的中国学生 有数十万 一位起薪2000元的毕业生 放到这个大背景下 只能说是极个别的案例 若以此推论说 海外留学生全线贬值 只能是一笑大方 当然除了月薪只有2000元的个例 高达200万的留学成本 也是引发争议的另一个焦点 这也是我们今天 所要说的问题所在 澳洲经济非常依赖出口贸易 除了传统的矿业之外 服务业也是出口的重要支柱之一 其中国际教育和旅游产业 又是占据了服务业的主要部分 中国在这一领域举足轻重 从数据上来看 过去的一年中 中国富澳游客人数和消费 双双增长了10% 有意思的是 以留学教育为目的的人数 只有总访客的7% 但是就是这一群体的开支 却占到了总消费金额的27% 高达110亿澳元 换句话说 澳洲留学出口产业产值的60% 是由中国学生创造的 在矿业经济退潮之后 澳洲大力发展国际教育产业 高校的留学生 尤其是中国学生人数 在不断地增加 以悉尼大学为例 该校的海外留学生中 有58%来自中国 而从中国留学生身上收取的费用 就占了该校整体收入的16% 而中国留学生来澳洲留学 除了需要支付昂贵的学费以外 生活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通常本科和研究生五年读下来 总体费用来说 确实要花到200万人民币 学习的代价如此之高 中国留学生为什么还喜欢来澳洲留学呢 澳洲的教育产业如此具有吸引力 自然有其独特的优势 比如说第一点 相比较于美国的长青藤高校 或者英国的剑桥和牛津 澳洲的名校虽然排名在齐之后 但仍然拥有国际顶尖水平的教育资源 同时入学门槛却要低得多 这给了很大一部分在高考时失利 或者在大学之后 才找到自己人生之路的孩子 又一次的选择机会 第二 澳洲的一众首府城市 尤其是墨尔本 连续好多年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再加上澳洲进枪 让社会安全比欧美国家要好得多 因此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 澳大利亚是全球为数不多开放移民的发达国家 申请移民比起欧美这些国家也要容易得多 在走出去和留下来的双重驱动下 中国留学生在综合考虑之后 选择了澳大利亚作为留学之地 然而这些优势并不能让澳洲的教育产业高枕无忧 开头所说的有关澳洲海归是否贬值的争论 已经为澳洲国际教育敲响了警钟 近年来澳洲政府不断减少教育经费的预算 教育机构的收费也是越来越昂贵 根据OECD2017年公布的数据来看 澳大利亚的教育费用已经远高于世界平均值 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 你至少损失了一张中澳往返的机票 加一个LV的手带 再加一只新款的苹果手机 而大多数留学生的家庭也只是工薪阶层 留学费用一涨再涨 负担非常沉重 与此同时 澳洲政府在今年4月份突然宣布收紧了移民政策 更令教育产业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毕竟移民也是众多澳洲留学生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 封死了移民之路 必然使得教育产业受到影响 那么与之相关的旅游探亲人数也会得到相应的减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澳洲旅游需求的下降必然影响到澳洲服务出口行业 投资者也会对澳洲整个市场进行重新评估 更换配置资产策略 这一振动显然是牵移发而动全身的 那么要不要出国留学 海归是否从今往后再无优势 相信国内的用工市场最终会给出答案 而澳洲从政府部门到教育机构也应该注意到 要保持和发展澳洲教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达到2025年留学人数达100万的目标 控制留学成本 提高教学质量 杜绝狭隘的移民政策才是根本之举 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谢谢与您不见不散 下期节目